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上网 www.acams.org.sg 下载相同的反思内容 今天我们要进入四旬期第二周的反思 主题是灵性的勇气 什么是灵性的勇气? 它来自哪里? 为什么需要它呢? 就让我们从三篇读经中一起来反思 有反思册子的兄弟姐妹 可以翻到册子第十七页 华琳 请你先带我们做开始的祈祷吧 好的 立方 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化圣号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我们的天父 你是圣善的 当我们在这四旬期致力于共荣的成长时 请赐给我们灵性的勇气 来学习你的智慧 也请你以真理启发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紧紧依靠你 请帮助我们看到你赐予我们的祝福 和自己所应做的牺牲 好使我们顺服 并喜乐地跟随你 请帮助我们意识到你的招教 这不仅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也更新我们对心服传的信心 我们这样祈祷 应主基督 阿们 现在我们聆听读经一 《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攻读《创世纪》 那时候 上主对亚巴郎说 离开你的故乡 你的家族和富家 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 我必祝福你 使你成名 成为一个福源 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 咒骂那咒骂你的人 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 亚巴郎 亚巴郎遂照上主的吩咐 起了身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哇 亚巴郎真了不起 他已经七十五岁了 听到天主的招教后 就毅然 就毅然起身离开 哈兰那个地方 可是 天主还没有指示 他该到哪里去呀 是的 经文中 并没有提到 亚巴郎 向天主 询问任何详情 或反对 天主的招教 他就那么勇敢地 听从了天主的话 完全相信 天主 必会祝福他 而事实也证明了 天主的祝福 远远超出 亚巴郎 所能够想象的 对呀 天主给他的祝福 不但延伸了数千年 甚至到达世界的 各个角落 到底 亚巴郎的勇气 是从哪里得来的 立方 您也有这样的勇气吗 额 我当然渴望有这样的勇气 去做天主要我做的事 我想 这应该就是 一种灵性的勇气吧 是来自天主的恩宠 也就是 天主白白赐给 所有相信他 依靠他的人 使人不怕困难 勇敢听从他的招教 难道 听从天主的招教 就一定要像 亚巴郎那样 起身离开 不能留在 自己熟悉的地方吗 其实 所谓离开 自己熟悉的地方 就是要在生活上 有一种真正的转变 走出旧的我 在基督内 离善渡圣洁的生活 那么 我们不是要很努力 才能在基督内 过圣洁的生活吗 单靠个人的努力 怎么行呢 让我们来聆听 读经二 圣保路给他 钟爱的朋友 地貌德 也是给我们的 劝勉和提醒吧 地貌德后书 第一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公读 圣保路宗图 至地貌德后书 可爱的 你要依赖天主的大能 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 天主拯救了我们 以圣照照教了我们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 这恩宠是万事以前 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 如今借着我们的救助 基督耶稣的出现 显示了出来 他毁灭了死亡 借着福音 彰显了不朽的生命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哦 原来天主早就在基督耶稣内 赐给我们恩宠 招教我们 跟随主耶稣 善度圣洁的生活 勇敢地做基督的见证人 去和他人分享福音的喜乐 是的 主耶稣首先听从了天父的招教 来到我们中间 使他把天父显示给我们 也使我们能够领受圣神 所赐的灵性的勇气 去效法主耶稣 回应天主的招教 是啊 主基督耶稣就是为了我们而降生成人 受难 死亡 而复活的天主圣子 那么 我们听从他 就等同于听从天主了 的确 就像亚巴郎 勇敢地听从了天主的招教 我们的主耶稣 忠诚顺服于天父的招教 他所做的一切 都使天父非常喜悦 一起来聆听四旬期第二主日的福音 圣马窦福音 第十七章 第一节到第九节 攻读圣马窦福音 那时候 耶稣带着伯德鲁 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 单独带领他们上一座高山 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 他的面貌发光 有如太阳 他的衣服洁白如光 忽然 梅瑟和厄利亚 也显现给他们 正在同耶稣 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德鲁就开口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利亚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 遮蔽了他们 并且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了 就俯伏在地 非常害怕 耶稣睡前来 抚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一看 任谁都不见了 只有耶稣独自一人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说 非等人子 由死者中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见的 告诉任何人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在山上 突然变了容貌 如果当时我在场 肯定也会像 那三个门徒一样 被吓呆了 真是超越了 我们所能想象的 光芒荣耀啊 门徒能够见到 主耶稣 作为天主子的 真正面貌 还听到了 来自天上的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啊 真是有福啊 其实 我刚才 聆听读经时 自己也好像 深入奇境 听到天父 揭示了 主耶稣 就是他的爱子 感受着 主耶稣荣耀的面容 所发出来的光芒 又欢喜 又害怕的 很感恩 主耶稣 所为我做的一切 真的 感谢主 当我听到 主耶稣 抚摸门徒时 说 起来 不要害怕 我顿时也充满了安慰 感觉到一种 平安喜乐的勇气 相信他 必与我同在 不论在哪里 勇敢地去做 他给我的任务 太好了 我也能够感染到 你分享的 这一份灵性的勇气 嗯 我决定 我要在这四旬期里 特别祈求圣神 赐我力量 去发挥 灵性的勇气 首先 承认自己的过错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改正所犯的错误 我也要这么做 相信我们和门徒一样 在见证主耶稣 显圣荣的时候 也就是深深体验到 主基督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时 我们的荣貌会像门徒一样 在不知不觉中转变 变得更有信心和勇气 去留意天主的动向 去听从他的招教 去回应他的爱 希望各位兄弟姐妹 也跟我们一起行动吧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个人方面 在家庭中 团体或工作的地方 自己一直没有勇气 去做的事 先从一件小事开始吧 因为在小事情上正直 我们就可以慢慢增强 灵性的勇气 去行更大的事 好的 我们今天的反思就到这里结束 花灵 请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祈祷吧 好的 兄弟姐妹们 我们一起化圣号 应父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照料我们的天父 你是圣善的 感谢你提醒我们聆听 和服从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因着你的恩宠 愿我们与其他人 在共融中更加成长 并按照你的计划而转变 帮助我们意识到你的招教 这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更新我们的信德 使我们勇敢地宣扬你的爱 我们感谢你 在这次的反思中陪伴我们 我们这样的祈祷 应我们的主耶稣之名 阿们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的收听 下一期的四旬期反思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